我們就要來看如何錄製聚齊 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那錄製聚齊我就要開始做 那怎麼做首先的話第一個 彩排完了 然後呢並且 這邊先 把這個名稱先 記下來OK 那再來的話按錄製聚齊 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這個聚齊名稱叫什麼 其實他就是幫你寫一點程式 在那個VBA裡面 只要寫出來就是VBA的程式 那名稱我們叫什麼 手機號碼串接 OK 然後呢按確定之後的話有點像那個錄影機 按下去就開始錄影了 所以你做的動作呢 就會全部被記下來 所以特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因為我有一個把它取代好了 你們等一下應該沒有了 把它蓋掉 如果你做錯了沒關係 重來 NG重來就對了 重錄一遍 那一 游標放這邊 他會幫你寫一 解樣程式 叫什麼 Range 那個 14的 儲存個點 Slate 第1行 第2行的話 游標放在上面 1 2 3打勾 就把那個公式輸入到程式裡面了 4的話呢 就是快點兩下 這邊向下填滿 整個填滿 好 這樣的話程式錄完了 所以4個動作多的不要 多餘的 OK 最後按停止錄制 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1個動作了 第2個動作的話呢 游標再放外面 那錄什麼 錄那個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除呢 一樣按錄制 那名稱的話呢 叫手機號碼 清除 這邊的話把名稱 改一下 清除 那按確定喔 也是一樣喔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制 那動作呢 1 游標呢 先放在這邊 一樣 Range 14.Slate Ctrl 按住 再按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所以三個按鈕 同時 不是同時 順序 123 向下 好 然後呢 再按Delete Delete 應該找得到 鍵盤上那個Delete鍵 刪除 好 就完成了 所以 1放14 2 Ctrl Shift向下 3按Delete 三個動作而已 按停止錄制 停止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已經錄完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如果有沒有成功的話呢 你可以到聚集裡面 看到有兩個聚集 就剛剛錄製了 名稱就我們剛剛 你可以試著執行看看 出來了 再按這個清楚 有了 OK 所以執行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那公信你應該是正確的 那待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樣再把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都在這邊執行的話 很不方便 我們待會再教各位怎麼樣把兩個按鈕 給做出來 畫面先 然後 就應該會這樣 看看 然後 感谢观看